大家好,我是小鱼,我们今天来码头了,我现在等鱼盘回来 现在我们的鱼已经回来了一部分,这个鱼太大了,这个是骑鱼,我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盘上来的时候是两个人盘的,我现在一个人在上面,我盘起,大概盘一下给大家看 好重啊,快一点,我真的要挡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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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呀 为了把这个鱼啊,保持先煎住,我们要用筋啊,把它先煎 这里是这样吗,好,好,好 我们平时给大家的孩子看的这个小河豚,你看我们今天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大河豚 这个河豚大不大,是从深海回来的河豚,我们平时出海的时候,在前海的时候,这些河豚都是比较小一点,这个河豚大得很漂亮 哦,这些河豚大,我们叫它猪高鱼,你看它的皮状有一点像那个沙豚高鱼,那个刀,所以我们叫它猪高鱼,这个鱼特别好吃,它没有刺,它是完完整整的没有刺的,然后就中间有一条这个主要的骨头,特别的嫩,嫩的特别好吃 我再找一下还有没有其他的比较漂亮的鱼 哦,这里有一个大口鱼 哇 因为这种鱼的嘴巴特别大,大家看,而且很聪明 所以我们叫它大口鱼 你看大家呢,它的嘴巴有没有我的大,哈哈,它嘴巴比我大多了,然后大家留意一下它的这个,它就是它的脚,它的脚很特别,有一点偏红色,特别的可爱 这种是红色,这种鱼啊,特别好,我们只是偶尔的时候会遇到,大家看,这个鱼特别的漂亮,是红色的,看它的这个,是不是很漂亮 天啊,所有的光明天就遇到它一条,特别难遇到 我们现在把那个鱼清理了,等一下需要把它润死 好了,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,如果大家喜欢,想记得关注我们,我们下期见啦,拜拜 拜拜,我们来了,我们来了